看到了好 現在呢 中國大陸他們這邊已經放話了嘛 國防部長董軍 他是在香格里拉對談的時候 他說了 賴清德的就職演說 赤裸裸曝露出了謀毒這樣的圖謀 還有野心 誰膽敢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必將會粉身碎骨 自取滅亡 那郭正亮他也提到說了 現在中國大陸對台灣的軍事動作 已經是常態化了 這個就是例行化之後的 第一波聯合戰備警訓 那就聯合力艦軍演之後呢 應該還會有別的 所以會一天到晚都會跨過中線了 好 不過在這個時候 美國動作頻頻 好 美國中院呢 他們已經沿逆了一個草案 好 就是呢 5億美元融資 那20億美元貸款援台 好 所以外交部呢 對此就表達他們的感謝嘛 感謝美國支持 好 另外防衛新聞也披露說了 五角大廈 他們已經秘密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 要加速對台軍事援助的效力 以及呢協調 而且呢 好在昨天呢 是有創紀落27家的美國軍火商 他們是低調來台 那他們除了拜會賴清德之外 他們也會拜會一些相關的政府高層嘛 所以美國動作很多 那5月28號的時候 拜登他是接受了TIME的專訪 他也再提出了 這個出兵護台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他說不排除會動用美國武力 來保護台灣的可能性 所以記者他就問到說了嘛 拜登你曾經在多個場合都有提到說 你會動用武力來保護台灣 好 這是什麼意思呢 拜登就回答說這個要視情況而定嘛 他說他已經跟習近平主席表明說 我們也都同意我們過去與前任總統簽署協議 是我們不會尋求台灣獨立 好 但事實上呢 如果中國大陸試圖單方面的改變現狀 改變台灣的地位 好 美方也不會不保護台灣 也就是說美國也會保護台灣 因此呢 美國會繼續的提供軍援 並且呢 是與該地區的盟友要進行協商 好 那記者就繼續追問啦 那是不排除這個中國侵台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部署美軍到台灣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呢 好 但是拜登他說了 不排除使用美軍的武力 但是呢 地面還有空中力量 或者是海上的部署 他說這個是有差別的 好 所以聯合新聞網呢 新聞眼就提到說了 美元與兩岸 好 賴政府接下來重要課題就是 如何去拿捏兩邊的關係 好 他們就提到說 軍事啊 雖然是國家安全重要的一環 但是也並非是全部 好 就狹義的國防角度 與美軍事合作絕對是好事 但是也不能否認這樣的舉動 就踩到了對岸的紅線 形狂呢 是在中共鷹派的眼中在揉沙子 所以兩岸固然呢 軍事敵對 在他們其他範疇卻互動密切 甚至擁有大量的共同利益 如何借助美方之力強化國防的同時 又可以避免兩岸關係與國安局勢 進一步的惡化 那這當中要如何去拿捏 好 這個就是賴清德團隊 接下來他們完全不能夠規避的考題 好 那我們今天視訊邀請到的呢 就是東華大學的教授 石正鋒 教授早安 主持人你好 教授早 好 所以教授我們就要先來問一下 這個拜登他的說法 他是說呢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是武力犯台的話呢 他有提到說 他們還是會進行一些相當的軍援嗎 但是他也提到說 這跟派遣的意思不一樣 好 所以您怎麼看拜登這樣的一個回答呢 我想他這個是回應這個 這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說 有關於對岸在2027裡面是不是要 犯台的這樣子 那美國會有怎麼樣的回應 那當然我們知道拜登總統在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講過 差不多把他美國或者是支持民主黨的立場 講得很清楚了 只不過這一次比較具體的對方在講說 那你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說具體的講說 那所謂的使用 這個所謂的武力 到底是怎麼意思 那拜登在這裡又很重新在講的意思 就是說他具體的跟習近平講說 我們不會支持不尋求台灣獨立 其實這個講得很拗口 其實就是不支持台灣獨立 大概是這樣 但是他又用了另外一個 因為他是用neither no 既不會怎麼樣也不會怎麼樣 那意思就是說 萬一這個對岸是這個所謂的片面的 這個所謂要改變現狀的時候呢 也不會不防衛台灣 意思就是說 那會防衛台灣 那當然人家就會問他說 那所謂的你剛才用use 是不是指說部署 deployment 那當然他基本上這意思就是說 那到底是不是直接派兵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他會他就講說 那當然還要看情況 那情況是大概是指內外吧 那他就講說 這個陸海空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很清楚的 我們知道說陸海空裡面呢 第一個就是空嘛 空是應該是嚇阻的部分 那他可以比較遠距離就可以來處理的 也就是說冷戰以來的相互保證毀滅這個部分 那接著就是海軍的部分 那海軍的話就是海上的這個戰鬥 那真的就是說在 基本上就是在外海的這個部分 在台灣海峽呢 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我們不知道 那接下來的路的這個部分就是說 萬一這個解放軍登陸的時候呢 那美軍會不會部署在台灣 那這一塊的部分呢 到底是多少叫做部署 比如說這個特種部隊已經 人來這個訓練了 或者是說已經 美國已經派了這個一些人到 AIT有一些人到全國各地裡面 去看我們的民防怎麼樣 還是真的要動用這個他們的陸軍 但是我們必須理解就是說 過去在講說台灣至少要擋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那最近又更具體的說要兩三個月 那這裡就牽涉到說美國超過一百年來 他們最強的還是海軍 那空軍是後來才設的 那陸軍的部分呢因為他們的歷史傳統 他們過去在獨立戰爭的時候 是以民兵為主的 到目前為止他們的這個藏備部隊 陸軍是很少的 所以呢部署在全國各地 那真正要打戰的時候 他要動員民兵 還要在主訓的話 至少要三個月啦 你看他打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都是這個樣子啦 其實某種程度 其實二次戰爭還是靠兩顆原子彈 所以他這裡講得很清楚就是說 還是回答講說 我不會支持這個台灣獨立 但是你如果要片面 這個改變現狀的話 那我們就是不排除動物 所以拜登這樣說完之後呢 美國這邊他們立刻成立了 一個秘密小組 說是要加速這個對台軍援的一些 效率還有調度 好但是這個秘密小組 他到底還有什麼樣的能耐呢 教授怎麼看 我看就是說這個秘密小組也 這一定是有他的 我們知道就是說國防部也好 國防部也好 他們都有類似的 這是說體制內的 然後呢 會有一種所謂的任務小組 那這裡牽涉到說這兩年內跟川普比較不一樣 就是說我們在川普的時候是賣很多東西啦 那在拜登的這個時候 當然有一些是這個叫不出來 因為烏克蘭戰爭的關係 那這兩年來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他用所謂的融資的方式啦 那融資的方式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代表他們的決心 因為我們知道說這個因為烏克蘭戰爭 有一些武器來不及交給我們 所以特別用了融資表示他們的決心 那當然融資的時候還是要戒慎小心啦 有時候呢 你知道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買車子也好等等 買東西他會說給你打折 然後等等 或者是你需要貸款嗎 其實我們有時候給開啟的有沒有必要 我是覺得這個時候還是要理解 那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說美國對台灣喊嚼這一塊 其實是當然是戒慎小心的 好那現在中國大陸他們圍台 軍演才剛結束嘛 但是美國立刻動作就很多了 先是有27家軍火商代表團 他們來台灣說他們會敗會政府高層嗎 包含賴清德總統 那他們也成立了這樣子一個所謂的秘密小組 所以賴清德他現在要如何來拿捏 好在藉助美方的力量 強化我們國防的同時 還要避免說兩岸的關係 是進一步的惡化 好教授覺得賴清德 接下來應該要怎麼做呢 我先講一下說這幾年來 其實我們從川普到拜登裡面 比較奇怪是軍火商是無所不在 在國外的場合 在到台灣在國內來也好 那當然從去年到現在很明顯的就是說 軍火商在這邊就是有點就是辦一個 就是大的這樣子展獸會而已嘛 那來者是客嘛 但是軍火商裡面 其實騙來騙去的 其實我們也知道阿扁的時候也被騙過嘛 所以我是覺得還是要小心 不要見烈欣喜 我知道有一些立委跟他們好像那個關係是好到那個樣子 甚至是大蠟了 把我們的理解媒體報導沒有錯的話 就是把軍火商帶到家裡去招待 這個其實完全是不對的啦 就是說美國人分很多種啦 那那有一些真的就是生意人 有些還會假裝一下就是牧師在傳道的樣子 那當然我們說這個賴清德 這個政府的部分呢 很明顯的他是國防外交兩岸是外包 過去小英是外包給美國嘛 那他現在這些人馬呢 都是小英的人留下來的 那幫他做這個外圍的這個部分啦 就是說這裡先擋住了以後呢 他大概就是內部的部分呢 這比較是他的重點為了連任啦 那他這邊已經有這個 某種程度我們說蕭美琴就是來這邊 就是坐在他旁邊嘛 就地看管也好 AID隨時會耳提面命嘛 必要的時候呢 他們那邊會派人來 那我是覺得說 那來清德他自我的到底定位是什麼 民進黨的自我定位是什麼 我是覺得還是要小心啊 這是美國對我們太好的時候呢 好 這個無視先殷勤的時候呢 不要把自己把台灣變成人家的赤字明定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健康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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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